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需要大家了解工业金属管道施工前应具备的条件 第三个需要大家熟悉工业金属管道它的施工程序 第四个需要大家熟悉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 也就是这里边针对这个技术文件它具体包含哪些文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对于这个考点历年来的一个考情 从这个表格上我们可以看到 15年以按例题的形式进行考察分值是5分 16年以多选题的形式进行考察分值是2分 那么另外对于这个考点在2013年还考过一次单选题 那么相对来说它的考试频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而且它的分值也不是非常的高 所以说我们把这个考点定义为两星级的考点 相关内容主要是以了解或者是熟悉为主 那么需要大家了解的是第一个和第二个 也就是工业金属管道的分类 以及工业金属管道它施工前应具备的条件 需要大家熟悉的是它的施工程序 以及这里边所说的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需要大家了解的内容工业金属管道的分类 那么对于工业金属管道的分类 这里边包含了两个大的方面 一个是它的分类的依据 一个是它具体的分类的方法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类的依据 工业金属管道按照涉及压力 涉及温度 介质毒性程度 腐蚀性和火灾危险性类别 可以分为三个等级 分别是GCE级 GC2级和GC3级 那么对于这句话 在考试的时候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察 直接问你工业金属管道 它依据哪些东西来进行分类 可以分为三个级别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有压力 有温度 有毒性 有腐蚀性 还有这个火灾危险性 那么这个物质 按照生产的火灾危险性 或者是储存的火灾危险性 可以分为甲乙丙钉物五大类 甲乙类它是最危险的 丙类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那么钉物类它是最安全的 甲乙类指的是 这个物质非常的容易发生燃烧或者是爆炸 那么我们这里边的这些介质 几乎上都是和甲乙类有关的一些介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的分类方法 这里边说了 有GC1级 有GC2级 有GC3级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C1级 然后再来看GC3级 除了GC1和GC3以外的都是GC2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GC1级 GC1级这里边有三条 那么符合这三条中的其中的一条的 它就属于GC1级管道 首先第一条 输送极度危害介质 高度危害气体介质 工作温度高于其标准费点的 高度危害液体介质的管道 那么它属于GC1级管道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有极度危害介质 有高度危害气体介质 有工作温度高于其标准费点的 高度危害液体介质 同样是高度 那么也就是输送极高危害的 这个介质的管道 它属于GC1级管道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所说的 极高危害 看到极高危害的这四个字 那么你要知道 它就是GC1级管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输送甲野类可燃气体 或甲类可燃液体 而且它的这个涉及压力大于等于4.0兆帕 这样的管道 它属于GC1类管道 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物质按照生产的火灾危险性划分 或者说按照储存物品的火灾危险性划分 都可以分为甲野丙定物五大类 而且它们的这个分类方法几乎都是一样的 甲野类它是最危险的 非常容易发生火灾 非常容易发生爆炸 那么这里边针对于甲野而言 指的是气体 甲野野类气体 比如说这个甲类气体 容易发生燃烧爆炸的气体 比如说这个氢气 天然气等等 它们都属于甲类气体 那么对于这个乙类气体 有这个一氧化碳 还有这个氨气 除此之外 还有助燃气体氧气 它属于乙类气体 那么不论是一氧化碳 还是氨气 还是这个氧气 它都容易发生燃烧 或者是爆炸 那么对于这样的管道 输送这样的介质的管道 如果它的射击压力 大于等于4.0兆帕 它属于GCE类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甲类液体 甲类液体 比如说这个汽油 比如说香蕉水 还有就是我们常见的 那个酒精度为38度以上的白酒 它们都属于甲类液体 那么如果这个管道输送的是 甲类液体的话 而且它的涉及压力 大于等于4.0兆帕的话 这个时候 它属于GCE类管道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条 输送流体介质 且涉及压力大于等于10.0兆帕 或者是涉及压力大于等于4.0兆帕 且涉及温度大于等于400摄氏度 那么它也属于GCE类管道 这里边输送流体 这里边输送流体介质 它没有对甲椅类专门的要求 不论你是甲椅类还是丙类 这里边只要它是流体 如果它的涉及压力达到了10兆帕 那么它就属于GCE类 那么另外如果它的压力达不到10兆帕 但是它达到了4兆帕 而且它的温度达到了400摄氏度 对于这样的管道 它也是属于GCE类的管道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GCE类管道它都有哪些 首先第一个是输送极高危害介质的管道 它是GCE类管道 第二个是输送甲椅类气体或甲类液体 而且它的涉及压力大于等于4.0兆帕 它属于GCE类管道 第三个是输送流体介质 且涉及压力大于等于10.0兆帕 它是GCE类管道 第四个是输送流体介质 而且它的涉及压力大于等于4.0兆帕 而且它的温度大于等于400摄氏度 那么它属于GCE类管道 那么对于这些管道在考试的时候 会以选择题的形式进行考察 同样也会以案例题的形式进行考察 给你一段背景资料 然后背景资料里边描述了 这种管道它具有什么样的特点 接下来让你判断这个管道 它是什么管道 那么如果要考的话 几乎都是考的GCE类管道 因为GCE类管道它比较危险 GCE类管道和GCE类管道 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没有可考的意义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GCE类管道 无独非可燃流体 而且涉及压力小于等于1.0兆帕 而且涉及温度在20到185摄氏度之间 满足这里边的所有的条件 它才是GCE类管道 那么除了GCE和GCE3以外的 都属于GCE类管道 我们在学的时候 重点关注这个GCE类管道 GCE类管道它是考它的重点 在考选择题的时候 会考这里边相应的这些描述的语句 在考案例题的时候 需要你根据背景资料里边 对这个管道的性质的描述 让你来判断这个管道 它是不是GCE类管道 如果它是GCE类管道的话 相应的施工单位 必须要具备GCE类管道安装资质 才可以对这个管道进行安装 如果它具有的是GCE2类资质 或者说GCE3级的资质 那么它是不可以进行 相应的管道的安装的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工业管道的类别 那么讲完这个表格以后 我们再翻回头来 再看一下上面的这段话 它说工业金属管道 按照射击压力射击温度 介质毒性程度 腐蚀性火灾危险性类别 分为GCE2和GCE3 这里边射击压力 在我们下边对应的是 4.0兆帕和10.0兆帕 这两个压力 那么这个射击温度 在我们下边对应的是 400摄氏度 介质毒性程度 有极度危害介质 有高度危害介质 那么腐蚀性 虽然在我们下边的这个表格里边 它没有写和腐蚀性有关的内容 但是如果你具有腐蚀性的话 相当于你也是具有极度或者说高度的危害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火灾危险性类别 也就是甲乙丙丁物五大类 对应于我们下边这里边的甲乙类气体和甲类液体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工业金属管道它的分类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需要大家了解的一个内容 工业金属管道安装前应具备的条件 对于工业金属管道安装前应具备的条件 这里边这两段话大家简单的看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段话 金属管道安装的施工单位应取得相应的施工资质 并且在资质许可范围内从事管道的施工 应取得的资质包括工程建设施工资质 你是特级资质还是一级资质还是二级资质还是三级资质 另外还要取得压力管道安装许可资质 你要想进行GC一类管道的安装 你必须要取得GC一类管道安装的资质才可以 如果你只具备GC二级资质的话 那么你是不可以进行GC一类管道安装的 那么对于这句话 在考试的时候会以按例题的形式进行考察 但是前提是需要你结合背景资料来判断 背景资料里边所是的管道 它是不是GC一类管道 如果它是GC一类管道 然后又告诉你相应的施工单位具有GC二级资质 或者是GC三级资质 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知道 这个施工单位它是不具备GC一类管道安装的 接下来来看第二个 施工单位在压力管道胸前 必须向工程所在地的社区等 市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办理书面告知 在施工过程中主动接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 并接受监督检验 那么这段话 他说了两件事情 首先第一件事情 施工前办理书面告知 第二件事情 施工中接受监督检验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施工前 他办理书面告知 告知到哪里 他说了 是社区的 一定是社区的市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像这里边办理书面告知 普通的县级市 他没有区 那么如果是县级市的话 他是不可以的 必须是社区的市的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 比如说这个北京市 北京市他有长期有海电区 那么他就属于社区的市 那么另外 在这个施工过程中 要接受监督检验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工业金属管道 他施工前应具备的条件 需要大家学习的两个内容 一个是要取得资质 一个是施工前办理书面告知 还有就是施工中接受监督检验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三个 需要大家熟悉的一个内容 工业金属管道安装的时空程序 对于工业金属管道的安装的时空程序 15年考的是案例题 13年考的是选择题 那么考选择题 主要考它的是某一个工序 它的紧前紧后工作关系 考案例题 这里边需要大家把这些工序给它记下来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工序 首先是时空准备 测量定位 支架制作安装 管道的预计安装 衣表安装 施压清洗 防腐保温 调试及训行 还有一个就是进工验收 那么对于这些内容 我们该怎么记 该怎么学 我们可以结合现场的实际的管道安装 来进行学习 想要进行管道的安装 首先我要做好施工准备 准备人才机 施工准备完了以后 我想要进行管道的安装 但是此时我需要知道我这个管道安装在哪里 所以说要对这个管道的安装位置进行测量定位 可以根据现场的情况以及施工图纸对它进行测量定位 那么测量定位完了以后 接下来是支架制作安装 也就是制作支架安装这个支架 如果你没有支架的话 你的这个管道是没法固定的 所以说为了能够把这个管道给它固定住 我这里边有一个支架的制作安装 支架的制作安装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该涉及到管道的制作安装 也就是支架制作安装完了以后 然后制作管道安装管道 因为在现场我可能需要临时对这个管道进行切割 所以说这里边涉及到了管道的预制和安装 那么管道预制安装完了以后 接下来在管道上的一些仪表 我需要把它按上去 从而保证我整个系统它的一个完整性 保证我这个系统已经安完了 所以说管道预制安完了以后 需要对仪表进行安装 那么仪表安装完了以后 说明我整个管道系统就安完了 管道系统安完了以后 接下来我要进行相应的压力实验 还有相应的这个吹息以及防腐和保温 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的这个试压和清洗 一定要记住先进行压力实验 然后再进行清洗 压力实验合格完了以后再清洗 如果你要先清洗再进行压力实验的话 这个时候我压力实验可能出现一些问题 然后我需要对这个管道进行修补 可能又把这个管道给它污染了 所以说一定是先施压 然后再清洗 清洗完了以后做这个防腐和保温 那么也就是说我这个清洗干净以后 然后我对它进行防腐 对它进行保温 防腐和保温完了以后 需要对整个管道系统进行调试和顺行 因为整个防腐和保温全都做完了 那么这个时候 我就想把它交给这个建设单位使用了 但是在交给建设单位使用之前 我要保证我整套系统的一个外号 因此要做这里边的这个调试及顺行 调试和顺行结束以后 全都没有问题了以后 我再进行一个交工的验收 这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工业金属管道 它的施工程序 对于这个施工程序 需要大家把它背下来 尤其需要注意这里边 标黄色字体的这些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四个 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 那么对于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 这个内容需要大家熟悉 那么建议大家 把这里边的这些内容给它背下来 怎么来背 怎么来学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具体内容 首先第一个 管道元件的产品合格证 质量证明文件 和负检试验报告 那么也就是对于这个技术文件 它首先包含的是管道元件的产品 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 还有这个负检以及箱的试验报告 那么这些东西都是为了保证 我的管道元件合格的文件 如何保证你的管道元件合格 你得有这个合格证 你得有这个质量证明文件 如果有负检要求的话 你还有就这里边的这个负检报告 以及相应的试验报告 这四个文件都是为了保证 管道元件合格的文件 保证管道元件 合格的文件 你得有它属于技术文件 接下来第二个 无损检测和汗后热处理的管道 在管道轴侧图上 准确标明汗接工艺的信息 那么这里边 针对于需要无损检测和汗后热处理的 这样的管道 我需要在上面标一些东西 标的是汗接工艺信息 和汗接工艺有关的东西 因为我们这里边的无损检测和汗后热处理 它都是和汗接工艺有关的 因此你自然要把这个东西 给它标上去 那么这个东西 它是为了保证汗接合格的一个文件 刚才保证的是 管道元件本身要合格 接下来保证的是 管道元件它的汗接要合格 那么标在哪里 标在这个轴侧图上 什么是轴侧图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个图 那么下面的这个图 它代表的就是一个管道的轴侧图 那么这个轴侧图 它指的是具有立体感的单面投影图 它可以反映我整个物体 整个管道的三维解构 那么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第二条 有无损检测和汗后热处理要求的这个管道 我需要在这个轴侧图上标明汗接工艺信息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条 材料代用单 设计修改文件 以及进攻图 那么也就是这个技术文件 除了要有管道元件有关的文件以外 还要有和汗接有关的一些文件 那么除此以外 还要有这里边的材料代用单 有设计修改文件 那么材料代用单和设计修改文件 它们都是一些变更的文件 根据这些变更的文件 我做这个管道 做完了以后 我最终形成一个进攻图 所以这三个东西 我们可以把它合在一起进行学习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 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 对于这个技术文件 这里边一共有三个内容 第一个文件 主要是为了保证管道元件合格的文件 它包含四个内容 合格证 质量证明文件 复检实验报告 第二个文件 它是为了保证汉接合格的一个文件 那么在这个轴侧图上 要标明汉接工艺信息 第三个文件 它是为了保证 我的这个管道 安装完了以后的这个文件 肯定是要安装完 所以说 有这里边的材料代用单 设计修改文件 和变更有关的文件 还有最终的一个进攻图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往下看 我们来看几道题题 首先第一个题 压力管道安全技术 监察规程规定 压力管道 按照火灾危险性 及什么东西 划分为GC1级 GC2级和GC3级 三个等级 那么这道题 考察的是 工业金属管道 它的这个分类方法 它在进行划分的时候 它依据的是 设计压力 设计温度 鉴置毒性程度 腐蚀性 还有这里边的火灾危险性 一共是五个内容 也就是依据五个要素 对它进行划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 A 设计压力 没有问题 B 设计温度 也没有问题 C是介质毒性长度 D是腐蚀性 都没有问题 E选项是使用功能 这里边它没有使用功能的要求 所以说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A B C D 四个选项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题 工业管道施压前的 紧钱工序是什么 那么这道题考察的是 工业金属管道 它的施工程序 它的施压前的 紧钱工序 也就是在施压前 我紧钱需要做什么工作 那么肯定你需要保证 你的管道已经安装完毕 管道安装完毕还不行 你只是管道安完了 但是其他的一些东西 你可能还没有弯 比如说那个仪表的安装 你得把这个管道安完了以后 再把这个仪表安完了以后 然后你才能进行这个压力实验 也就是整个管道系统 安完了以后 才能进行这个压力实验 因此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C选项 也就是仪表安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题 工业管道工程交接验收前 建设单位 应检查施工单位的技术文件 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那么这道题考察的是 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的主要内容 我们刚才一共讲了三种 第一种是 保证管道元件合格的文件 第二种是保证管道元件 焊接合格的文件 第三个是 保证管道安装完了的这个文件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A B C D五个选项 首先A选项材料代用单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除了材料代用单以外 还有这个设计变更文件 以及进攻图 再来看B选项 安全法的校验没有 C管道元件检查记录 它是没有的 因为保证管道元件合格的文件 我们有这个合格证 有质量证明文件 那么除此之外 还有就是复检试验报告 第一 管道安装军工图 有 第一 管道元件 复验报告 它是有的 那么这道题 正确的选项应该是 A D E三个选项 那么关于管道的分裂 与施工程序 这个考点我们就给大家讲完了 这里面我们讲了四个内容 而且这四个内容 都是非常简单的内容 那么首先前两个需要大家了解 后两个需要大家熟悉 第一个是管道的分裂 按照涉及压力 涉及温度 介质毒性程度 腐蚀性 以及火灾危险性 可以分为GC1级 GC2级和GC3级 三个等级 那么需要大家重点学习的是 GC1级管道都有哪些 第二个需要大家了解 工业金属管道安装前应具备的条件 也就是安装单位 你要取得相应的资质 你想要进行GC1类的管道的安装 你必须要取得GC1类管道安装的资质 你只有GC2级管道安装资质 是不可以的 另外还要进行书面告知 还要接受监督检验 书面告知是向社区的市的 质量技术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告知 那么第三个是工业金属管道安装的施工程序 这个施工程序需要大家把它背下来 它是一个考察的重点 2013年考过单选题 2015年在这里边又考了案例题 最后一个是工程交接验收的技术文件 主要包含三大类技术文件 首先第一类是这个保证管道元件合格的文件 有合格证质量证明文件 还有就是复检实验报告 第二个是保证焊接合格的文件 那么就是对于有无损检测和焊后热处理要求的这个管道 我需要在它的轴侧图上标明焊接工艺的信息 那么第三个需要有这个材料代用单设计变更文件 还有就是进行图 以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管道的分类与施工程序这个考点 那么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